大家好,我是Yvonne 上一集我們介紹了好夥當音叉 就是OM和128 之後收到朋友留言 有興趣了解111的音叉 所以我今天會介紹這支111的音叉 這支111的音叉 我通常會稱為開心叉 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它比136.1或者128Hz更低頻 因為只有111Hz 所以它的作用也可以跟128Hz或111Hz 可以一起做痛症 也可以鬆解肌肉根結 做肌肉痛症也可以 但譬如聽說 我個人會比較低一點 我會比較喜歡Ohm 就這樣聽Ohm多些 或者Ohm加128 做到Alpha Wave的效果 所以每一支音叉 都有它不同的功能 都有它的優點 有好有不好 或者為什麼我會需要 那麼多不同的音叉 因為真的每一支音叉 都有它不同的特性 而官方網站所說 111Hz這一支 它是有助 第一就是可以減輕痛楚 即是我們舒緩肌肉的痛症 因為它也可以鬆解我們的肌肉 另外 原來它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釋放安多酚 即是幫助我們身體釋放安多酚 所以為什麼我會稱它為開心叉 因為安多酚是可以 產生安多酚 可以令到我們人體 產生一種喜悅 開心的效果 所以你說 譬如有少少輕微的抑鬱 或者不開心 我相信這一支開心叉 都可以幫助它 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人體釋放安多酚 另外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的細胞 加快去更新 更新的根深 所以亦都可以 即是 都會推快了我們的新陳代謝 所以變相 人又開心了 細胞活躍了 所以自然身體的抵抗力 免疫力都會提高 另外它就說 可以改善我們的專注力 以及加強我們的記憶力 這一點 我又覺得未必可以 很有數據去驗證 但是如果改善到 其實相對 如果我們開心了 個人 自然就會有心機去工作 或者溫習 讀書 所以它是令到我們心情好 自然就會有一個能力去專注一點 去改善我們的記憶 以及加強我們的專注力 但是 它亦都可以 其實 單一支這樣用 我們 哪個位置痛 做之餘 亦都可以慢慢在體內 增加我們的安多酚 令到我們開心 另外 其實它可以配合一支 胃叉 胃 對 因為胃的音測是110 是110Hz 其實跟它111 就是差了1Hz 所以 如果真的有胃痛 我們可以把胃叉 按下一個位置 即是可以敲在它之後 這裡太大影不到位置 它可以兩支一起 按下一個位置 又或者真的做一個 你當它是舒緩肌肉痛症 兩邊這個位置很痛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位置 它就形容為一個生肌肉 所以可以做一個 因為它們只相差1Hz 是相近的頻率 或者真的可以 走一些 淋巴位 這樣也可以 除了做痛症 你真的可以 胃痛 當然可以用胃叉 但如果沒有的 你手頭只有一支111 也可以嘗試頂住 另外就是可以走我們的 淋巴位 加快一點 細胞更新之餘 亦都可以 釋放胺多分感 會令到你可以 舒緩情緒 開心點 減壓 減到你的痛症 減輕你的痛症 所以你說各有好處 還是不好處 但當然入門級 我都會比較喜歡 噢和1-2-8 因為這個 聽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所以 如果你說真的要做到聽 可以舒緩 即是 按摩來聽 可以舒緩到 以及也能舒緩到 肌肉痛症 我自己就喜歡 噢和1-2-8 這個拍檔 多些 但當然各有各的好處 各有各的功能 因為噢和1-2-8 又不可以幫我們 增加釋放多些 所以大家可以 因應自己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喜好 去選擇 適合自己應用的音叉 我今集的介紹就到這裏 如果你們有其他話題想知道 想說 或者有些不明白想問 或者有些其他音叉的話題想知道 都歡迎可以留言 留言 或者印刷我 我認識的 亦可以繼續拍片和大家分享 今集的介紹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可以給多個訂閱 like comment 或者share 或者按鈴鐺 下次有3片的時候 就可以繼續通知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 今日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